智慧 粉红色的盒子 粉红色的电脑 粉红色的电脑呗 粉红色的花束 还有粉红色肥龙 等于等于等于 给 进来 看我是可能这次我人生中对一个粉红色的 Sitki MSI Prestige 则是 啊啊啊啊啊啊 粉红色那次真的很漂亮 我主要是特别喜欢它这个玫瑰粉色 你知道吗 是鲜亮版的 不是美红 也不是荧光粉红 就是一个刚刚好的少女粉色 还有中间logo雷射雕刻在上面 太阳照的时候呢就搞掉 照不到的时候就一滴掉了 那么漂亮呢 你可以不要给它一个10秒的close up Go 好 开机 MSI Precious 14c 了 就是整位设计师跟创作者要推出的 想看得出来呢 它的杀金属材质 不单指纹 干干净净简简简单单的设计 机身1.29K之中 可以带出带进 第十代Intel Core i7 NVIDIA DRIMAX 330 显卡 接近100%的SRGB色域 设计 修图 简洁 颜色精准 一看就找到是special map for 创作者的啦 14寸的Full HD屏幕 边框够窄 而且是IPS的护眼荧幕 熬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 5度角的这个走程设计 让电脑可以散热 人体工程学这种东西 你不会的啦 你负责用就可以了咯 那我现在就把它变成180度 熬给你看 喂 那180度是什么时候用的咧 就是刚最近不想做工 但是老板太大都要你 添加proposal的时候用的 还有一个小tips 就是180度的时候 你按一下F12的这个button 你的图就可以直接反过去给客户看了 很方便咧 看在左边这两个超重要 支援Tunderboard 3 跟PD快充的Type-C接口嘛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选电脑 通常都会选用Type-C重变的 因为手机手表耳机电脑 都是同一条Type-C的cable 多清爽 还有一个MicroSD卡卡槽给你过档 右边两个USB2.0 一个耳机孔 有指纹解锁 有Windows Harlow识别我的脸解锁 开机 坏 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设计 就是它的背部 这边这个洞洞 有没有觉得很像港琴 这些呢就是它的排气孔 我跟你讲 女生就是很容易被这种小地方敷 另外Touchware这边也是一大片 很大片手指可以在上面 进群的奔跑 不要看到包包 其实是有经过筋压测试的 所以带出门放进行李箱 也不怕被压坏 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内置Creator Center的软件 打开之后呢 就会进入创作者模式 根据你安装了的软件 比如说Premier Pro Photoshop Illustrator 等等这些进行 勾化调教 比如针对每个软件 你可以set成高效能 Full Speed 或者是超级电池模式 那如果你是同时间开Premier Pro 跟Photoshop 你就可以来这边 把软件的运算调高调低哦 那续航方面呢 光芳表是最长可以在10个小时 像是呢我们拿来上网啊 刷Facebook啊 复复信息啊 打稳案啊 这些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拿来剪片的话呢 经过我的个人测试 我开高效性能 Full Speed 最多可以剪2个小时多 但是剪片这种东西的确是很heavy的 所以建议哦 剪片的时候还是查试点比较好 经过了实测 剪接上是蛮顺的 拿来剪一直4分钟的影片 Subtitle Super Sound Effect特效 全部上也还是蛮顺的 如果缩小Premier Pro 推出去找图再回来Premier Pro 切换大概要一到两秒 机身因为是金属 所以散热的时候呢 你就会明显感受到 这样热气呢 就是从底部的这些洞洞排出来的 左手垫着的地方呢 也会feel到热 然后影片剪好呢 Export的声音 风扇也会变到很大声 听到吗 但是Export影片本来就是比较吃力的工作 所以无论什么电脑 这段时间还是给它Full Gear 运作吧 那这个4分钟的影片呢 Export时间就要3分钟38秒 有多少素材 自己看吧 接下来呢就是做封面图 也就是影片的Time New 开Photoshop 放上背景 整体打亮 然后把人物Crop出来 把标题打上去 再设计字体 把照片导入 这种封面图设计的程度 给我用到是送送去的啦 没有一点卡 最完整的配置 大家自己看图吧 运行Windows 10系统 14寸FHD 或者是4K UHD 屏幕 第十代Intel Core i7处理器 NVIDIA GeForce GTXe 650 4GB GDDR5 独立显卡 或者是GeForce MX330 2GB GDDR5 16GB LPDDR4 RAM 512GB NVMe PCIe SSD 90W充电器 1.29K GDDR5 价钱方面 5399 但是因为这台体是电量版 所以在预告的时候 就已经卖完了 但是不用怕 它很快就会补第二批货 那第二批货呢 就会在6月底正式来到马来西亚开卖 所以大家记得多多留守 关闪关网哦 总结的话呢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设计师 直接是YouTuber 你可以买这一台粉模式给他 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你想要跟你朋友做成一个 couple的laptop 好吧 男生的话呢 就有另外一个颜色可以选 叫做 carbon gray 灰色版本 它的边边那边 是有蓝色的gola 竞简神秘 一本 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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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 Glean Art的颜色吗 哦对 你有女朋友吗